我用的是它早期的材料,铜 都是曾經出現過真實的形狀 1比1的比例做成了像女性手勢一樣的雕塑 放在藍絲絨的布上 外表是非常準確的手術刀的1比1的比例 全世界佩戴婕玉環的女性 有2 3分之2在中國 很大一部分年輕的女性 今天她們還在使用截玉環這個避孕手段 但是當我問起她們截玉環的運行機制 她們一無所知 2011年的時候 我陪我的母親去取下她佩戴了20多年的一個環 在手術之後呢 她出現了一個打出血的現象 引發了一些併發症 這讓我們家庭也受到了很大的影響 於是我開始關注這個物件 在2014年的時候把它做成了作品 我用的是它早期的材料 銅都是曾經出現過真實的形狀 1比1的比例做成了像女性手勢一樣的雕塑 我放在藍絲絨的布上 劫玉環大概是二戰 對很多婦女實行一個強制性的避孕 一部分是非常奇怪的形狀 其實是給當時的一些 她們認為精神疾病 或者是基因上有疾病的婦女 放進去以後她無法自行取出 第二個作品我選擇了陶瓷這個材料 把這個嵌入的痕跡燒織成了永恆的一個印記 我的家人之中沒有藝術家 很多是醫生或者是做醫學方面研究的人 我創作了一個詞叫臨床藝術 這個展覽是我第一次把紅色系列在國內的展覽 用的繪畫的方式 我選擇了一種紅色的墨水 它像雲,然後暈染 外表是非常準確的手術刀的1比1的比例 我嘗試了各種各樣的紅 紅色有非常多的隱喻的意義 第一個意象可能是血液 流血可能是女性的身體在生物層面上 最頻繁的一種經歷 比如說經期生產疾病 比如說受傷 這兩個都是2020年 現在新做的作品 避孕藥吧 我做的是21天短校避孕藥 它的整個藥理基礎就是 把女性的生育能力當成一種病來治療 把市面上我能找到的紅色的壓克力 全部找到之後定下來的這麼一個顏色 有一點點神秘 另外一個作品 增生用繪畫的方式 畫的一個乳腺的X光 很多人也是他一生可能留下來最重要的圖像 反而是他得的這個乳腺疾病 我準備創作大概100幅增生這個繪畫 在中國好多話題或者很多作品 它還處在初級的階段 很大一部分的人 剛剛開始關注當代藝術 蘇珊·桑塔格不是寫過那本《反對產世》嗎 就是覺得藝術品是沒有辦法闡釋的 我更主張微觀地具體地去記述歷史 每一個具體的人 每天經歷的具體的事件 你把這些細小的事件記錄下來 它就成了一部文明史 《反對限自主人的字幕》 《反對訳》